大家好,我是海娟 今天做了好吃的炸果子 也可以叫它小油条 看一下这个颜值 做法简单,配比简单 盆中准备500克的普通面粉 加入4克的酵母粉 2克小苏打 2克无力泡打粉 不喜欢的可以不放 打入1克鸡蛋 20克白糖 这白糖的量是根据自己的口感来讲 100克酸奶 加入280克的温水 边倒边搅拌 水油我们要分少量多次的加 一点一点的放入面粉中 直到较到没有干粉的状态 手心里沾一点油 像手揣面团 把面团揣碟锅 特别柔软的状态 盖上盖子 饧了半个小时 面垫或案板上 刷一点油 添加均匀 看一下这面团 经过半个多小时的醒发 已经达到1.5到2倍大即可 我们利用刮板 取出面团 因为这个面团比较粘 面团取出以后 不需要揉粗 整理一下 直接压变 压得薄一些 压成这样长泡形的片状 厚度大约在半厘米左右 然后我们从中间 横着1分为2给它 然后在对半分开 分成4分 然后再给它切成小宽条 宽度大约在2厘米左右 锅中烧油 油温达到6-7成热 然后我们利用刮板 放入生皮 全程开中大火炸 这样炸出来的果子 特别的柔软 油温烧好以后 这个生皮会在 5秒之内飘起来 这样做出了成品里面不吸油 飘起以后 我们就用筷子不停地翻动 让它受热均匀 炸至的时间大约1分多钟 切了不要时间过长了 炸至金黄色 即可空中捞出 教人们学会这个炸果子的方法 轻轻松松 新手也能成功 出锅以后 蓬松又全软 刚出锅外边微脆 内里绵软香甜 做法超级简单 早餐搭配上一碗豆浆或者白粥 就点小咸菜 那味道老好吃了